各位Mens学友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在学习一个JavaScript的一个小插件 就是工具提示 就鼠标移到按钮或移到我们的策略接上以后 弹出一个很醒目的提示 那这个提示长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找到我们的bootcss这个中文网站 找到JavaScript插件 找工具提示 是这样的 这样的样子 鼠标移上注意看 左边出现一个提示 移上提示提示提示 出现提示 那这个提示工具提示 这到底怎么来用呢 这地方呢 它不能完全使用我们的这个声明式语法 像以前插件都用声明式语法 一声明就可以用 但css这个插件呢 它考虑到性能各方面的问题 单独的这个声明式语法不能用的 要配合我们的这个JavaScript一起使用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看一下 好我们新建一个websum 叫ch25 好我们重新新建一次 新建一下websum 叫ch25 好然后把24的这个 css加ch25 css加script之前 模板文件复制过来 control位 打开demo01 把demo01呢 我们做一个删除 我们在按钮上加骑士 首先呢 我们给个按钮 button tap button class btn btn default 对着就对着 这是向左 好 运行 先看一下按钮的效果 它靠边上 那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来 style margin 200px 好把这个div control减一下 x减一下 放到这呢 那我在这个容器里边呢 放了按钮 容器里边界的距离 浏览器边界的距离是200像素 好运行 看一下 按钮放到这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鼠标一道按钮 然后出现一个提示 那提示其实很简单 直接给一个title属性 向左显示 好 鼠标一上 出现一个提示 但这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我们要的效果什么样子呢 就是 嗯 这个样子啊 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 那这地方我们要加两个什么呢 加两个属性 一个叫data toggle 一个叫data什么呢 placement placement来决定他的什么呢 这个方向 主要这有四个方向 left bottom top bottom和right 四个方向 好 那么加一个 data togo tool tool tip 还需要加个data placement left 但你加上它以后也不起作用 因为这个插件比较特别 还是先前的样子 这个插件比较特别 就是你只用声明是样式 它是起不了作用的 我们还要配合什么呢 把JavaScript一起来用 因为 大家想我一篇文章里边放很多的这个提示的时候 你 你老用声明是这种 可能是性能 页面性能会成了从这样位置 所以要配合 JavaScript一起来用 看怎么来用 JavaScript 好 dollar 这个文档上有 我从文档上直接复制 我们需要加上这个东西 Ctrl V dollar function 这其实相当于我们window 这里边 鼠标选中 这些行人代码 相当于 body的unload 页面加载完以后要做的事情 data togo tool taps 就选中这个按钮 给这个按钮 加了什么方法 加了一个tool tap 这个方法 好 我们现在再用心一下 鼠标移上 好 保存一下 没有保存 用心一下 鼠标移上 这样就出现了向左的 向左的提示 那我们要来一个向右 向上的提示的话 那把它选中一下 Ctrl C 再来一个向下 向上 那提示呢 我们叫向上 我们叫向上 写实 那这个呢 我们叫 top 向上上 top 这有四个指 五个指 left top 然后是right bottom 还有一个auto 自动的 向上 向上 然后tab里边可以给 show heading togo 也可以指定什么的 参数 参数有这些 后边我把这个基本用法讲完以后再讲什么的参数 好 那么再把这个demo01复制一下 复制 粘到这个地方 这叫demo02 那比如说我在这儿给按钮 button tab button class btn btn danger 显示 我要做这样的事情 当我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显示 显示这两按钮上的这个提示 给他一个id show btn 好 那么做什么事情呢 注意 我这儿加一个dollar 锦号 id选择起 show btn delclink 当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呢 function 把这段给进去 把谁显示出来呢 把这提示显示出来 show 注意这个选择器 是选中这两按钮 那显示的话 当然就显示这两个按钮 好运行一下 哎呦 这个按钮没有文本 button bting danger写错了吗 ctrls要保存啊 这个工具老师忘了保存 好 我们点一个显示 点显示 他俩的效果都显示了 都显示了 当然这个 呃 这里边你可以给show hidden togo 可以给这三个 hidden的话就隐藏 togo的话就是 单击显示 单击再隐藏 单击显示 单击再隐藏 这个就不给大家做了 给大家 大家看懂它的意思就行 那这个参数 都有哪一些呢 也让我们可以 在使用这个 工具提示的时候 定制一些什么呢 参数 都有什么参数呢 第一个叫 dataanimation 就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feedin 就是单入单出的 这样一个什么呢 动画 第二给个datahtml 它的例行是 board例行 true和force 如果是true的话 表示可以支持 html作为提示信息 但是建议 不要大家改这个数据 如果html作为提示信息的话 肯定会存在一些 XSS这样的安全隐患 所以不要使用它 那dataplacement 刚才已经用过 就是它的方向 提示的方向 那方向呢 有五个 有left right top button 还有auto 那data selector 是处发这个显示 这个这个提示的 这个事件 是什么 那dataoriginal title 这个 title 这个呢 现在基本上 这个版本里面 好像没有它了 不管它 就是 这个意思 如果我在这个按钮上 给了一个data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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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等于 tt 那这个按钮 鼠标一道 这个按钮 提示应该是tt 而不是向左显示 如果这个属性 不存在的时候 才显示tt 这个版本好像 把这个删掉了 所以不要用这个属性 就行了 这是data 这个 还有一个data trigger data trigger 是如何处发这个显示的这个显示提示 它有这么几个字 有clink hover focus 和menu 那多个世界的时候 你可以用什么呢 合并呢 一起来显示 默认的话 就是默认的这个世界 就是hover 就鼠标一过的时候 鼠标一上的时候 就显示 当然你可以换成什么呢 clink 那我们再换clink 试试 还有daily 我把这些讲完 daily就是延迟 延迟这个地方 给了json格式的这个数据 show500毫秒 head就是100毫秒 就是 显示的时候 有鼠标一上 比如说鼠标一上 或者单击500毫秒以后显示 那鼠标雷开的时候 100毫秒就已经隐藏掉了 还有data container container是写 把tual type 附加到哪个元素上 这个你可以定义 你的div啊 container这些都可以加 那data template 是提示字符上的这个模板 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工具 看一下这个文档 文档上把我讲的这些属性 也都列出来了 我前面讲的是data data是自定义属性 那后边不用取掉data了 就是用css 用json格可以设这个什么呢 参数 那么找template 那默认其实框的模板 是这样的 这个模板呢 你自己可以什么呢 修改 原始默认值是这个值 你可以修改它 这个最好大家都不要动啊 了解就行 好 这是这个参数 参数呢 那我们现在加一个处罚世界 改一下 那我把dm01复制一下 到我们的这个dm03 dm03 打开dm03 这改成dm03 好运行 鼠标以上 显示提示 鼠标以上 显示提示 那这个地方呢 我这可以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注意看我 这个地方 参数呢 把它改成 data trigger data trigger 我们可以省略掉 trigger 注意省略掉 trigger 直接来个trigger 猫号 clink 呃 字符桌吧 应该是 好 运行一下 鼠标以上不起作用 单击一下 才写实 单击一下取消掉 单击一下写实 单击一下取消掉 那这两个属性要注意 如果我在这个按钮上 要出现什么呢 鼠标移过的话 这地方给个 data tr i g g e r 等于 power 好 再来一次 注意这两个属性的 去鼠标移上 哎呦 我这儿 是要全局的 注意你在自定义属性的话 我们这样设计 data trigger 等于power 要用js 完全设置的时候 用trigger 就省略掉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属性 这个参数呢 看你怎么来用 你要在 javascript 上设 那就是省略掉data 如果在这个元素上直接使用的话 你要加上data 好 那我们把这个呢 注视掉 Ctrl c ctrl v 这能给click 好 再运行此 看一下效果 鼠标移上 这个鼠标移到向上有效果 鼠标移到向左 没有效果 单击一下向左 这样才有效果 那你看 这个按钮呢 我加了一个data trigger 等于click 这个没有加 没有加 没有加 默认就是hold 所以这个属性呢 是改变它这个 处发这个显示框的这个 呃 事件 写实框的事件 那还有事件呢 前面我们讲过 show bt show bs to attack 就是当这个写实框 当我们这个提示框 售方法调用完成以后 令其处发生的这个事件 那到底怎么来用呢 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注意看 找一下 event 怎么用呢 在这儿给出了一段代码 那我再写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第一个复制一下 好 粘上来 叫代码零四 打开代码零四 比如说当这个写实框 写实出来的时候 我把这个按钮 这儿给个div吧 style type wise 100px height 100px background 警号 ccc 灰色 好 运行一下 看我要做什么事情 当鼠标移上 当我这个提示 显示以后 我就把它的背景 改个颜色 改一个蓝色都行 那我们需要给它 加一个什么呢 事件 这个事件怎么加呢 大家查看这个文档 文档后边有这个事件 好吧 这一段复制一下 control c tool type 这儿给个button 还是它吧 还是这个小的气 还有 还是这个小的气 on 黑等 是黑等 那么要给它一个显示的时候 这是刚调用售方法 这个售方法 调用完成以后 事件名叫它 control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把这个div 背景颜色改一下 给div取一个名字 id showdiv dollar 先选中这个div 警号 showdiv css css 叫 css background 颜色设成什么呢 警号 ff f00 或者设个颜色单词也行 print 好 一停一下 鼠标一上 当这个提示显示的时候 就触发了一个事件 触发这个事件 我就把它背景改成了什么呢 红色 好 这是它事件的用法 那其他的事件呢 大家要自己做一个测试 这是刚调用show 这是完整显示以后 这是刚隐藏 刚调用head 完成 完整隐藏以后 的事件 那这个 这个jess插件呢 和其他插件 基本上类似 但不同的是什么 其他插件 我们用声明式语法 直接可以使用 但这个插件呢 我们要声明式语法 和jesspred配合 因为系统考虑到 性能性能的影响 所以没有支持 完整的这个 没有支持完成的这个 没有支持完整的这个 自定义属性 声明方法来使用它 要注意的细节 好 这个呢 大家把我这三个 四个例子 仔细看一下 能看懂 照着敲出来 那基本上就会用这个提示框了 好 提示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